前一段時間我們都在討論的 就是說柯文哲是一定會出來選 因為他在12月28號的時候 那麼當選的市長就任之後 那麼記者就問他說 你會不會出來選 所以你現在的意見 接近沈大佬了嗎 他不一定會出來選 我覺得這個變數 是因為韓國瑜的變數 就是說當時柯文哲的態度就是說 明年6月再講 明年6月再講 其實大家的解讀就是說 他明年6月之後 他就會開始宣布他會出來選 所以當時大家的估計是 他會出來選 所以我們的整個焦點 是放在國民黨是誰來應戰 那個時候沒有考慮韓國瑜 當然我們都知道 韓國瑜在當選的當天 我們那時候去年 我們兩個都在現場 你是主持人 我那時候就直接跟韓國瑜 在對話的時候我就問他說 當選的當天 我就問韓國瑜說 你要不要出來選 你要不要出來選總統 韓國瑜說 學長 這個事情先不要談 他把他回過去 可是他沒有說是 他沒有說不要也沒有說要 他只說我剛剛當選 我先把市長做好 但是他沒有說他不出來選 韓國瑜沒有把話說是 在當天 就是11月24號那一天 但是我們的焦點 國民黨那邊 都放在四個太陽 都釋放在四個 民調一直在比 然後民進黨那邊 就放在蔡英文跟賴清德 後來民進黨很快的 從大敗之後 他們恢復精神 然後確定了 應該就是蔡英文了 所以蔡英文接受CNN的訪問 其實就是透過美國媒體 那麼向全世界宣布 他就是代表民進黨了 這個時候民進黨在 有人再出來挑戰他 這個就會比較奇怪了 所以我覺得 蔡英文選擇CNN的態度 就是他已經代表民進黨 所以民進黨搞定了 好 那就是蔡英文 另外一個就是國民黨 國民黨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整個民調 不管怎麼做 都是柯文哲領先國民黨 在領先民進黨 而這個態勢頻率出現得非常的高 也就是說每一次的民調 不管誰怎麼做 幾乎都是這個頻率的時候 我們一般來講對民調的解讀 我們就認為 柯文哲勝選的機率大大的上升 國民黨跟民進黨 敗選的機率是很高的 所以柯文哲會贏 這個時候我們看到 國民黨黨內的基層 開始焦慮了 因為國民黨是有可能會贏的 當時柯文哲也沒有估計到 就韓國瑜的聲浪會沒有往下走 卻還是繼續在往上判定 那也就是說 本來以為投票的當天 就已經是最頂的了 那麼你救任以後 就應該要開始往下走 你的聲量也會減少 你的支持度也會減少 結果沒想到說柯文 那個韓國瑜 還不斷的在往上走 而且還搶了絕大部分媒體的焦點 網路聲量繼續再走 民調居性再高 最後做出來的民調 韓國瑜贏過柯文哲的時候 我們看到柯文哲產生變化了 柯文哲產生什麼變化 目前其實那個是故意透過 人跟週刊網來傳達 說他9月才宣布 原因為什麼會從6月改為9月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就是在於什麼呢 如果韓國瑜出來的話 如果韓國瑜出來 柯會不會出來 那就不一定了 因為他的當選率比較低的時候 可是那不是大家的分析都是說 韓國瑜出不出來 才是柯文哲出不出來的 所以不是柯文哲出不出來 沒有 現在的問題是 如果韓國瑜宣布出來 柯文哲要不要出來 柯文哲要想很久 他有猶豫 韓國瑜要不要出來 是看柯文哲要不要出來 對 但是如果柯文哲 確定一定要出來的話 國民黨黨內的基層的焦慮 一定會想辦法把韓拱出來 所以變成柯文哲的策略裡面 就把他的六月的宣布 往後延到九月 延到九月的時候 情況對國民黨就很不利了 因為國民黨的作業在第一階段 就必須要在九月前要完成 所以他們等於是三個太陽 如果韓國瑜在這個時候 跳出來說 我也要出來第一輪的初選 這個時候 韓國瑜可能也會變成 另外三個人的攻擊的焦點 也就是說朱立倫也好 王津平也好 跟吳敦業也好 因為四個人競爭 你站同剛才韓漢所說的 那個時候韓國瑜的民調 就不會是現在的民調 是這個意思嗎 從現在二月 一直到九月這期間裡面 其實我覺得台灣的政治 變化很大 不是 你剛才說的是第一輪 如果第一輪的初選 還跳進來的話 對 他就跳進來 他就會被其他三個人攻擊 他如果會被其他三個人攻擊 就會造成他的民調往下走 是這個意思嗎 我覺得會受影響 我覺得他的 因為一旦黨內互打的時候 台灣人 一般我們的民眾 對他們的黨內互打會很討厭 所以韓國瑜在被迫要面對 黨內的其他的競爭的時候 我相信他可能還是用愛與包容 就是說你怎麼罵我絕對不還口 的一種方式來面對其他三個人 可是其他三個人 會不會透過很多的黑函 傳很多的不堪的資料 或者傳很多的東西 我們沒有把握 誰都沒有把握 因為選舉裡面的太多的 髒的東西太多會出來 那麼東西在丟出來的時候 那麼對韓國瑜會不會有傷害 可是大老說 現在韓國瑜是打不得碰不得的 其他三位跟他同時競爭的人 敢給他穿小鞋 我覺得是現在 第一個我覺得是 現在是打不得碰不得 可是我覺得台灣的政治 是一直在變 例如說我們有多少人 以前都打不得碰不得 以前馬雲英九是打不得碰不得 柯文哲以前也是打不得碰不得 可是現在的柯文哲是可以碰 馬雲英九是更可以碰的 所以大老的建議 第一階段 韓國瑜就出來登記參選 你覺得這件事情是不可行的 我覺得對韓國瑜來講的話 他不會在第一階段就跑出來 我覺得對他來講是不利的 因為我的判斷是 韓國瑜應該不會在第一階段 他就要跳出來說 好了 我就跟你們初選 初選完了以後 我們贏了柯文哲不出來 Way and see 韓國瑜越猶豫 越聽盡你們的話 又往後退的話 將來的變化症更重 他的麻煩更大 也可能 你知道嗎 這一點我也知道 這到底你覺得 現在最困難的地方 這一點我也沒有 韓國瑜從當選到現在 就像所有特別來賓講的 他的升量是一直在往上 這種情況是滿特別的 因為很多人是選上是高點 然後就會開始往下走 韓國瑜從11月24號當選之後 他的升量 我覺得還不是說在往上 而且他急速往上 所以我覺得 以他這種重承諾的人來講的話 我們就先講兩塊 一個是他當選市長之後 當然他有一個承諾 是對高雄市民的承諾 他是一個非常重承諾的人 你要他講出 主動講出說 那我不要說二 三月 我四 五月來宣布要 這個參加初選 我覺得要他自己講真的很困難 但是韓國瑜他的聲 讓我剛才有點同意 我們率委員講的 他跟過去換柱 有點不一樣的時空背景是什麼 他自己是由下而上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不管多晚講都沒關係 只要在投票日前講都可以 修理 你這要看變化 這要看變化 就像剛才講的 為什麼柯P他很聰明的 把他的決定從六月延到九月 你九月離投票剩三個月 他有點像說 那我讓你國民黨措手不及 我九月才決定要不要選 因為他知道唯一的敵人 就是韓國瑜 他認為說以現在的民調 沒有人是可以贏過柯P 他唯一需要考慮的因素只有他 就是韓國瑜 但是對韓國瑜來講 現在是二月 離投票還有十一個月 我真的有需要 現在就主動跳出來說 那我來選總統 或者我參加初選嗎 我覺得以他對高雄市民的承諾 他沒有辦法辦到 但是我要講的是 你說要不要像 回到四年前國民黨 在演第二出這個戲 修理 我覺得我非常同意 帥委員講的 你是由下而上是由上而下 我跟大家看一下 我這次跟他去馬來西亞 當地的報紙 這是海外的報紙 他說韓流襲擊馬來西亞 這韓國瑜他現在整個人氣 我覺得在我們在高雄跟他跑 這已經 我覺得已經不是一個 不能夠描述什麼為什麼 我覺得我到了馬來西亞 新加坡 覺得好像沒有出國一樣 好像在華人的圈裡面 下面的基層是一直在支持 韓國瑜這個力量 你說全球華人大團結是不是 真的沒有騙你 我覺得他二月份去新馬 再來三月份去大陸 然後四月份要去美國 現在說五月要去日本 五月份他有講 他說他要去日本 找到鐵 去簽約 我覺得柯比也是有一個時程 他四月份要基金會 幾月份要做幾月份 我覺得韓國瑜這每一個步步 他都是在累積他的能量 他不只把高雄市政 真正的是一步一步把他做好 他其實他同時是 把他能量累積起來 你到底需不希望他選 我們當然希望 國民黨是要能夠贏 是不是 我們當然希望 修林 我可不可以 幫你問一個問題 你貼身跟他新馬這幾天 你們有沒有討論 這個2020年現局的事情 當然沒有 他不能回答 你幹嘛救他 搞不好他真的要回答 搞不好他要回答 你曉得官傳局長 帶韓國瑜回答以後 你看說衍生的 大佬你就讓少廷回答 他不會比那個 就是因為清明節後這幾個字 他才必須說 最終要跟大家報告 這是這件議題引出來的好嗎 他被我們局長講 他總之還要出來收尾對不對 誰說什麼時候收尾 他沒講 他說最終要講 最終不到什麼時候 你們兩個也沒有討論 你不要再害他了 剛才大佬已經指點說 不管有還是沒有 少廷都不能說有 當然沒有 這我要聽大佬的話 不 你這個回答非常不好 你是說當然沒有就好 你何必說我 是因為聽我的話 那感覺好像是本來是有 因為他阻止了 你會變得沒有 對 最好說當然沒有 這個問題 少廷非常難回答